電視機前摒棄凝神 等待熟悉的面孔出現在擂台上 仔細一看桌上更放著好多面獎牌 數都數不清 不論冠軍 亞軍 季軍 滿滿的獎牌大平台 原來這裡是闖進八場的全棋選手 陳念琴 在花蓮光復 泰巴朗的家 念琴的阿嬤 妹妹 堂兄弟妹 通通聚在一起 鎖定比賽 二十四歲的陳念琴在花蓮出生 兩歲的時候搬家到馬祖 一開始其實是練角力 但後來改練拳擊 雖然如此 但二零一六年的里約奧運 他就挺進十六場 更是首個踏上奧運女子 拳擊舞台的台灣好手 二零一八年市井賽炎拿下金牌 這次以世界排名第四 種子選手身份出征 二度扣關奧運 早在比賽前 情友們就拍攝影片加油打氣 陳念琴的爸爸也透露 在念琴吃足苦頭 筋疲力盡時 他總跟女兒說 自己選的路 想辦法爬 也要爬完 堅持到底 現在打進八強 全棋女王頭銜 當之無愧 TVBS新聞高智鴻 循庭花蓮採訪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news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同時用手機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焦點 等你喔 進至高消息 作詞